為了啟發新世代掌握藝術元宇宙的暫生科技 為未來開拓無限可能性 Artifers 火拍香港幼兒教育及藝術聯會 改辦幼聯城Artifers Califoros 色彩世界親子藝術工作坊 透過遊戲、元宇宙專家和 NFT 藝術家分享 和他們創作專屬的 NFT 公仔 等小朋友可以提著掌握 NFT 和元宇宙的概念 為了迎接 WORK 3.0 藝術普及化的新世代作好準備 我作了沙魚合作給 她是有超能力的 我另一個就是作過沙魚女拍菜 她是女生來的 除了面外就是這樣的 沙魚合作給 這個是屯福三角 Favor好友 這個就是青蛙盒 我初途幾次覺得不好 因為很難畫 她有青蛙超能力 她是金色頭髮 還有藍色的眼睛 她叫嘉莉卡莉 這個人就是少女 這個就叫安琪珍妮 這個是藍色的頭髮 還有她叫綠色的 魔法 幸運曲奇 是反模式 她吃了有個超能力 人姐超能力 然後她有穿了那件衣服 面罩 帽 還有衣服 還有衣服 還有手 然後她有一個心情 還有有 人姐感官 人姐幸運 還有 人姐分身 介紹華人角色 我只做了兩個 這個叫做 珠珠博士 這個叫做 灰灰波 好假笑 這個名字 要榮文化首席營銷獎 及Hutterfrust 的合夥人之一 張明達表示 他們希望為低收合家庭兒童 提供更多 接觸藝術科技的機會 所以 今次 透過我和幼聯合作 邀請了30組 低收合家庭兒童出席工作坊 希望他們可以獲得 與眾不同的學習體驗 當日我們還有幸可以訪問到 其中一對親子 進行有關NFT的訪問 不是 我其實 本身都不知道 這個活動是甚麼 是媽媽叫我參加 想要參加 因為我本身 其實知道NFT是甚麼 好像是 一些公仔 然後就是 一些很漂亮的公仔 所以 參加完之後 更加深 因為之前 只是聽別人說NFT 所以 都不太知道 因為現在就知道更多 設計了一個 海洋公園 因為我很想去海洋公園 因為我很想去海洋公園 我還設計了一個 八彩天梯 因為我 那個水上流園 我幾乎未去過 所以我很想去一次 是 是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